欢迎使用ArchTime 在这个视频中 我将教你如何通过ArchTime来快速的制作字幕 首先你需要下载并安装ArchTime 然后这就是ArchTime的主界面 在制作字幕的时候 你通常需要准备两个素材 一个是视频文件 另一个是它对应的字幕稿 你可以直接将视频文件按住拖拽到主界面当中 ArchTime会自动的生成波形 你可以在当前时间轴激活的状态下 激活意味着它的外框显示为一个橙色的状态 点击空格或者在这里点击播放 就可以预览视频的效果 接下来你可以从文件彩单中 点击导入纯文本 选择事先准备好的字幕稿 点击打开 这时会弹出一个文本的预览窗口 在通常的情况下 ArchTime会自动为你检测编码 如果无法检测的话 你可以尝试下面的这些选项 当你选择之后 下方没有乱码时 即可点击继续 然后你会发现 内容被填充到了右侧的内容面板当中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开始创作字幕了 通常我们使用的是快速创建工具 你可以在这里点击这个按钮 或者按快捷键D键 即可切换到这个工具 切换过来之后你可以看到 会有一句话随着鼠标移动 这就是你在内容区域最上面的一句话 如果在制作中文内容的时候 你需要忽略英文 你可以在这里勾选这个选项 好 那么现在我把视频切换到最顶端 然后点击播放 并且开始拖拽字幕 现在你会想 如果在我拖拽的时候产生了重叠 怎么办 没有关系 Arctime会自动帮你处理 在我拖拽并产生重叠之后 Arctime会自动将重叠去除掉 好 在创建完字幕之后 你可以切换回选择模式 点击这个按钮 或者是使用键板上的A键 然后将播放头切换到顶端 来预览一下我们制作的效果 我们经常在建设的反应 为制作的方法 让制作的方法更小 而轻轻 而在同时更能力 我们制作的方法 我们制作的方法 更加强化 它们的能力 和保持电脑 但如果我们 OK 这就是通过快速创建工具 来创建字幕的方法 或者 你也可以通过按键拍打的方式 来创建字幕 首先还是切换到 快速拖着创建工具 然后将你的文本预览 放在一个合适的位置 然后按开始播放后 交替按下这开键即可 我们经常在建设的方法 为制作的方法 更小和轻轻 而在同时更能力 我们更加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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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能力 和保持电脑 但如果我们能够 遇到这些挑战 我们能够做什么 在创建完成后 同样切换回选择工具 来预览一下效果 如果你觉得 在拍打创建时间轴的时候 反应有点慢的话 没有关系 你可以在功能菜单中 选择时间轴整体平移缩访工具 然后拖在第一个滚轮 可以将它们整体的 向前或向后移动 来纠正拍打 时候造成的偏差 好了 现在我们已经将字幕做好 并且可以在界面中预览 如果你想要在 视频中预览的话 在文件菜单中 选择保存工程 并生成ASS字幕 看到保存提示之后 你可以首先将界面预览 关闭掉 然后重新播放 我们经常在建设的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在原视频的旁边 多出了两个新的文件 ASS文件是Archtime 默认生成的外挂字幕 ATPJ是Archtime 本身的工程文件 如果你需要其他格式的 外挂字幕文件 你可以返回Archtime 在文件彩蛋中 选择导出字幕文件 你可以同时勾选多个格式 并且同时指令它们的选项 然后点击导出 这些字幕会被统一 放在一个子文件夹当中 它的名字是视频文件的名称 加上subtitle export 然后将它打开 你会看到 统一导出的字幕都在这里 如果你需要调整字幕的样式 你可以切换回Archtime 然后在样式与效果的面板当中 选择其中一个样式 然后点开修改它的一些选项 然后点击应用之后 将它应用到全部字幕 然后再次保存 就可以看到它的变化了 好了 在制作之后 如果你需要压制的话 点击文件 视频转码输出和压制 然后选择一个 你想要的格式 在渲染完成之后 你可以在原视频的旁边 发现多出了一个新的文件夹 它的后缀是video export 将它打开 就可以看到刚才压制的字幕了 我们经常在建设的一个 paradox 如果在这个时候你的工程没有做完 你有其他的事情需要处理的话 你可以将Archtime关闭掉 系统会自动提示你是否要保存 点击确定 在下次打开Archtime的时候 你只需要将这个工程文件 拖拽到主页面当中 或者从Archtime的菜单当中选择 打开工程 然后选择工程文件即可 这样你就可以继续之前的工作了 好了 这就是Archtime的快速上手教程 希望你在使用Archtime 制作字幕的时候 获得一个愉快的体验 感谢观看